哎呀 没熟啊这是啊 这也不是像你这么吃的 人家是切成一片片烤着吃的 我说没熟吃有什么肉啊 大家好 我是阿华 我现在在长青三路啊 今天我们去吃烤羊腿 这家烤羊腿和别家都不一样 因为它是烤一层吃一层 往上再烤 咬植猫油 咱们家的烤羊腿 比如说在武汉烤 就是在全国咱们家都是一流的 吃了这次你想那次 第一咱们食材好 第二咱们熟好 你看烤羊腿 正常一般是它把羊腿 全烤熟了以后上桌 咱们这么烤呢 是一边切一边烤一边吃 这个主要烤处是啥的 能保证里边的汁水 咬一口爆汁那种那种感觉 这个烤的口感好 在咱们北方 从我资金也都是这么烤 那这个羊腿是天腌制吗 对 头一天腌制第二天烤 腌制的话得用多少种料 好几十种香料 你干这个羊腿干了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 起压就是从烤羊腿上起压的 老板你烤个羊腿怎么这么能跟着呀 这他们都是 我的我的一些徒弟 咱们哪都有上个月走的 襄阳的 河北的山东的哪都有 哦 咱们家是 专业做烤羊腿烤羊埋的 我来之前武汉没有 在这个操作 那我来我来了之后 把这种方法带到武汉来的 烤羊排烤羊腿这一块 咱们家就没扶过谁 手腌算一下 你不行 之后你来试试 来 羊腿烤好了 这三分手一边一边切一边烤 哦 咱们家的羊腿啊 和羊排 你吃一次你想一次 晚上随便要 你就惦记吃我这烤羊腿烤羊排 这还烤多长时间呢 几分钟发面就好了 哦 你吃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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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 他家除了烤羊排烤羊腿 各种小串也都有 味道都嘎香 最后你再来一碗羊汤 这小味也是没贼了 你吃一次 这个小的一项